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若爱运动,生活作息规律,工作认真负责,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事好。相复酒吧,会发现她性格其实也蛮可爱的。最后,重点是,她真的长得很帅。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太多道理,不如勇敢地靠近,就可能变成梦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不行啊?你吃醋啊? 周建青? 怎么你也在这儿? 小川哥 好巧 你干嘛 你谁啊 你跟他说说 我是谁 他是谁 他是 我朋友 朋友 你再说 还是 我房东 房东 你把我女朋友放开 她是我未婚妻 我 未婚妻 我们出去出去 顾总 你这是 哪儿找到女朋友啊 还一托一啊 附赠了个未婚夫 你放开我 慢点 所以所谓的庆祝 就是跟不清不楚的男人出来吃饭 什么不清不楚的男人 那是我师兄 什么样的师兄 需要你这样跟他亲信我我的 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我假扮他女朋友 我要不眼亲密点 怎么应付他那劈腿前女友啊 你倒好 当中把我拉出来 我没帮上忙还给他添乱 你是忘记我们的协议了是吗 你现在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妻 你跟其他的男人吃饭别人怎么看我 那你今天晚上背着我和江锦璇约会 你就没有想过别人会怎么看我 背着你 我天天跟他在一块 用得着背着你吗 对 他温柔又是大体 他是你最好的工作搭档 我就搞不明白了 有他在 你干嘛非要找我 当你们医生的未婚妻啊 一个是工作搭档 一个是协议未婚妻 您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他是陪你打江山的工作伙伴 我只是欠了你两百万 跟你随便欠了一份协议的债户 那你最好记得了 以后 也别做这么没品的事 又不是没有原则 任由护来还去 做人的原则 那你就该去找枪金悬账的女人结婚 我不像你们 有梦想 有情怀 有资本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要养活我自己 我还有战要还 你觉得我廉价 我也这么觉得 可我有的选吗 你们这些说空话的人 可以替我活吗 放手 别管我 我还在双双 为了你的许诺 连连不说 所以想念更苦涩 慢慢熟悉的磨合 慢慢熟悉的磨合 盼爱梦里换合 对你剩下在意 你放开我 别生气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 我 我恰恰从这里路过 正好听见了你和顾南中 你听到什么 我听见你欠了他二百万 为了给他还债 还签了协议 假扮他未婚妻 你必须跟我保密啊 不能告诉任何人 要是我违约了 我就被惨了 你怎么欠到那么多钱啊 两百万 那可不是小数目 说来话长 你别问了 遗体这事我也烦着了 你为了给他还债 去假扮他未婚妻 那顾南中他没有把你 没有把你怎么样吗 他 他压根就看不上我 我就是接触在他们家的租户 加债户 没关系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你说什么 我说清清 你们这关系也太够血了吧 那电视剧都不敢那么演 我都这样了 你还调侃我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算了 没胃口 你想啊 火锅 烧烤 小龙虾 你想吃什么都行 我请客 好了 走吧 南中 你没事吧 对不起 把你生日搞砸了 没关系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你啊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好了 走吧 好 刚才清清是在跟别人约会 你也别怪她 毕竟她只是个大学都没毕业的孩子 玩心中也正常 好 虽然只是暂时假扮 但是一旦被什么熟人看到的话 也会给你带来不少麻烦的 其实我一直觉得 就算假扮未婚妻 也该找个稳妥的人 你当时就是太草率了 不然 这个忙 其实我也可以帮你 你管好幸运的事我就可以了 我的私事 我自己会处理 南中 以我们俩的关系 别说了 好 南中 你今天看起来很累 要不要上去坐会儿 我给你准备安身茶 不用了 我现在只想回家睡觉 那你回家开慢点 好 妈 你怎么还没睡啊 怎么了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谁给你发的照片 谁发给我的不重要 你别误会 他只是瞎帮忙 我知道 替学长假扮女朋友 替朋友撑场面对吧 这个月 他不光去漫画公司兼职 还要一边上课 一边送外卖 替人遛狗送花 当家教 他做这些事情 都是为了给他的债主 顾南周还钱 妈 你这 怎么 我话可说了 你怎么不跟我解释解释 他为什么要问你借钱 你们俩为什么要 协议结婚 我也不想那样 但是 这么说 你们俩真的是协议结婚 你 难道还是因为那份遗嘱吗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 你不要管你爸这么想 妈 不是因为我爸 那是因为什么 我 喜欢他 所以 你借钱给他 跟他协议结婚 就是为了用债务把他绑在你身边 不是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嗯 嗯 喜欢 我喜欢他 天 搞了半天 你小子是因为追不到人家 所以才想了这个损招啊 哎呦 这岛子怎么那么笨哪 清清这孩子是讨人喜欢 可是我看着他也不是那么难搞定的呀 他挺难追的 哎呦 啥儿子 来坐下 追女孩子这种事情 像你这样直来直往 肯定是不行的 跟妈妈说说 你们俩进展都得呼了 哎呀 妈妈好给你充数主意 用不着 那你自己能搞定啊 因我的 追女孩子这种事情呢 是不能够那么直接的 要迂回 要有策略 要有技巧 好好好 知道了 都听你的 过这个 清清啊 阿姨 您还没睡啊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 快坐下歇会儿enfran 吃点肉 好 秦芊 我听小周说 你的漫画好像入为什么奖了 我本来想今天多做点菜 等你回来了 好好给你庆祝一下的 我晚上跟朋友出去庆祝了 出去庆祝 怎么不叫上小周呢 你们俩吵架了 没有 我改天再和他庆祝 真的没有吵架 那小周今天怎么一脸气冲冲地回来 好了 你就不要替他掩饰了 我自己的儿子我最清楚了 女孩子跟他在一起 哪有不吵架的 不是 吃水果 秦芊 那你觉得小周是什么样的人 认真工作 执着热情 还有呢 长得帅 身材好 然后呢 心肠 不坏 你跟他在一起这么久就发现了这些 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小周这个人啊是嘴硬心软 嘴上毫不留情 可是碰到关键的时候 他还是非常贴心的 好像是挺贴心的 而且他脑子特别聪明 遇事冷静决断 而且很有条理 绝对是干大事的人 嗯 这个说的没错 还有 他一旦认准了目标就绝对不会放弃 无论是对的事业还是爱情 而且咬死不松口 那你对他有没有一丢丢的崇拜和敬佩啊 其实小周可爱的地方比这些多多了 我告诉你啊 他小的时候手工做得特别好 进药员的第一天 他就给我做了一张贺卡 上面写着 妈妈我爱你 哎呦 梦到我心都快化了 他还会做这种事 而且他非常细心 注意到药员的玩具没有摆好 他就自己默默收拾整理了 原来他从小就有强迫症 哎超级有爱心 我告诉你啊 他小的时候 只要一下雨 他就跑出去给流浪摸撑伞 结果 刺激凌晨的落淘机 妈 小周啊 我正好跟清清在聊你的事呢 都几点了 快睡吧 这不才十点多吗 还早呢 快回屋睡吧 清清啊 今天你就早点休息 我们改天再聊 好 阿姨晚安 晚安 我 我们已经把烊骨抢了 我 还能不能让你 他也能让你帮我 我 我们要把烊骨抢了 我 曾经 其实我今天看到那个男的 你师兄 他那样又在我同事面前 我就 别说了 我不说了 你睡吧 被赶出来了 我就出来喝杯水 别装了 不过说实话 你从小到达这么多年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你会让别人 都说了不是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让让人挺好的 你呀 就是这些年活得太紧绷了 都快憋出病来了 其实我觉得 你跟清清在一起挺好的 最起码 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所以 就算最后没有结果 妈妈也会支持你的 谁说我没结果了 不是 他明显对你 没开窍嘛 你说你也是 整天冷着一张脸 人家又不欠你钱 是 他是欠你钱 可你也不能总那样吧 有什么话不能总是憋在心里 闷骚 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呀 好了好了 我也不跟你叨叨了 你呢 就好好按照我说的去做 我帮妈 整个儿媳妇拿下 我累了 我先去睡了 你也早点休息啊 晚安 晚安 你才会有什么事 好想 我们能够 好了啊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是 是不是 我第一次 我第四个儿媳妇 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给我好好道个歉 我就原谅你 对不起 今天是我过分了 那你得给我买一个月的零食 当补偿 好 那你以后能不能别再假扮别人女朋友了 我不是觉得丢脸 我只是怕万一是坏人 会有危险 好 我知道了 回屋睡觉吧 既然不停 我还没听见 你不看我 我可以 你不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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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生我气吧 没有 没有就好 我爸妈都说啊 你是特别懂事的女孩子 我看都没说错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特别适合娶我家做老婆 聊什么呢 怎么都聊到娶老婆了 轩哥 你怎么来了呀 好朋友约会 我不得替他来把把关呢 省着你遇到渣男 你不是说跟他不熟吗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不熟啊 上次我只是说 他是我们店的VIP 我现在都不在那家店了 我们就只是朋友关系了 你辞职了 这还得多谢你这位朋友呢 晓晓 要不然 我们回我家吃饭吧 刚刚我那个姑姑和姑父都惨 他不想去 你凭什么替他做主啊 你是他什么人 他是我妹妹最好的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他谈男朋友我不管 但是有一点 这人绝对不能是人渣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们之前见过吗 当然见过 他脸上那伤还是拜我所赐 我说呢 一见着我就跟个疯狗似的网上摇 原来你们是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 你别胡说 我们就是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他对我这样普通朋友 我回去就跟我妈说 像你这种看着特纯情的女孩 行的 谁知道她背后都干些什么事呢 你再说一句 我把你打的话也说出来 你信不信 宣哥 我说怎么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们要没关系 你这样护着她 我 宣哥宣哥 你们别打了 宣哥 宣哥 我们走 苏游夏 临走之前 我也嘱咐你一句 像她这样的男的我见得多了 你也别觉得她对你有多真心 她一厨子跟了你 一下子少奋斗多少年啊 她图的不过就是你家的钱而已 我好心劝你 你居然打我 附加杀女 配凤凰男 绝配啊 这些照片 我会同步给夏夏的父母 你要是想让你父母 跟你那些不清不楚的姑娘 都收到这些照片 你就接着在这给我耗 走 走 你以后交朋友能不能睁大点眼睛 找点正常的男人 是你让我跟他们交往的 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再说了 他是什么样的人重要吗 你和我父母都一样 都说着为我好 让我多借出点海归精英 以便为我的未来铺路 可有人问过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你想要什么 我 接电话呀 我不想接我爸妈电话 我也不想去应酬 随便你吧 说吧 现在想去哪儿 走 轩哥 你记得吗 你十八岁那年 拿到了交易 要去国外念书 你走之前 你 我 还有清清 我们三个人 一起玩了一下午 那天 我们三个人拍了一张合影 那是我 手里唯一一张你的照片 我偷偷留了好多年 那天 我一直在想 要不要把心里话告诉你 可是 我一直等到你和清清都回家了 还是什么都没能说出口 后来我哭了一晚上 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怂了 这个 是我这些年想对你说的话 好 好 看到雨中的你 只想提醒抱紧 周子轩 我喜欢你 直到你空降而来 让我可以对这世界 更温暖一代 灰暗的云霾 也被时间都解开 某一天 像他这样的男的 我见得多了 你也别觉得他对你有多真心 他一厨子跟了你 一下子少奋斗多少年 他图的不过就是你家的钱而已 对不起 所有想你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我也喜欢你 可我不该喜欢你 可我不喜欢你 我知道 可我还是喜欢你 把这个 留给能让你幸福 开始对未来无限的期待 遇见你 是最美好的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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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怎么突然回去了 还让我多发现你的优点 你不会把她赶走了吧 要不然我再把她叫回来 周杨姐 您的快递 谢谢啊 不客气 困战肘 我入围了 我入围了 太好了 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 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 Now I在不声声里 但总数一期 泪又再偷偷地配合 想误会把隔阂 逼退到了角落 可不懂 我们这是怎么了 因为还在伤说 为了你的许诺 恋恋不说 所以想念更苦涩 慢慢熟悉的磨合 盼爱梦里缓合 我对你深深在意 哪怕是土生距离 守护关心 守护关心 也许有种眷恋 已经超越过光阴 穿越茫茫人 全球寻找你 心跳起伏着勇气 想为你变更好的自己 了却颤抖曾经 对你深深在意 一人深深深在意 要你陪伴才可以 归途到底 谁能重回忆情 在彼此怀抱里 治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